指甲刀人魔 一个特殊且人定稀少的族群 与人类唯一的不同点就是 其实指甲刀 古籍上记载是和美人鱼 大脚野人狼人等一样 估计你很难理解有这种生物的存在 这太让匪夷所思了吗 但是你仔细想想 你家里的指甲刀是不是会莫名其妙地丢失 可能你的亲戚或者朋友中 就有人是指甲刀人魔 在18世纪的美国加利福尼亚 指甲刀人魔还是很壮大的 因为他们对金属天生的敏感 不断地哇哇哇 不但保障了自己食物来源的稳定 还带领着当地人民一举迈进了淘金时代 可惜好景不长 这些指甲刀人魔 却被那些屈服后的资本主义扎长大量屠杀 你真的好贱 人魔族的大族长拿破仑也听说 一个飞身穿过大西洋 便去营救了万千指甲刀子民 可惜出师不利 又被欧洲势力和历史老师 强行塞回了棺材板 是吧 科学家因此知道了他们的存在 并联合外星人建立了美外一类族群研究中心 想从他们身上发现吸金树的秘密 好多族群一次遭受了必定之灾 这让他们感到绝望 还是再也不能被人类发现了 由于他们注定要过梦五三千世的流浪生活 这一族的人魔大多数便选择孤独终老 我们以后也都别见面了 所以到现在 指甲刀人魔一族的人数已经屈指可数了 这次便是指甲刀人魔一族的传奇祖生